书叶双盖绝 书叶双盖绝跟许多绝类一样 有形状复杂的叶子 这是为了提高光合作用的效率 如图中红线内都是书叶双盖绝的一片叶子 形状复杂的羽状复叶 跟我们习惯看到的单叶不同 书叶双盖绝的叶片按齐分裂 有三回羽状分裂至负叶之分 也就是小羽片的分裂不等 有的分裂较浅 称为三回羽状分裂 有的分裂较深 称为三回羽状负叶 可见书叶双盖绝的叶片形状十分多样化 书叶双盖绝的叶片 具有叶柄、羽轴及小羽轴 在羽轴的中上段 羽轴两边有小小的载翅 是重要特征 书叶双盖绝的筋很短 属于短直立筋 筋被叶柄包覆 要将叶柄剥开才能看见 叶柄肌部长有鳞片 可以保护刚长出的嫩芽 并保持湿度及温度 书叶双盖绝以包子繁殖 它的包子囊群长在小羽片背面 贴近小羽轴 我们下车的硬 部长 在一个小羽轴